美国总统有16位继承,美国全世界最强,领导人不能一日或缺 总统比如说成病,被暗杀,被弹劾,有什么特殊状况,缺位,不在位 当然就是副总统继承 有一次网友两个人坐在同一段飞机,同时被刺杀,运气不好一起身边死掉,第三位 一次勒队,但是他是怕,怕说万一这些重要人物一起开会,一起出现,结果被炸弹 所以他一共要16个人,就是连总统有17个,就是有16个,7个人 就多一点,16人同时死亡就机率不高,16个人 16个人你还够,英国王室也是,不管女王,或者国王,卧室,也是 1,2,3,4,5就这样排,美国总统16个人,我们先看哪16个人,我们跳到后面去看 16个人,刚刚总统不算,只有顺序,还有顺序 就是总统过世啊,就是第一个顺序,第一个顺序如果刚好也不在,有状况,第二个,第三个,第一次排下去 在这边呢,第一个啊,知道一下,美国总统如果不在了,有什么顺序,16个顺序 第二个呢,有16个哪些人,哪些职位,第三个他们长什么样子 第四个呢,有趣啊,就是美国是民族大融入嘛,你看这个,原总统在内就17个人 等于是美国最重要的17个人,这个财团啊,企业家不算啊,政治人物就17个人 哇,你看啊,他都是,我们说一般的美国白人嘛,就是英国嘛,爱尔兰嘛,这个德国嘛,这些 他有很多啊,有色人种,有很多其他啊,他的主级嘛,因为他们都是美国人嘛,给他们主级啊,乱七八糟 我们先看啊,总统过世,第一个应该是副总统嘛,你看副总统嘛,这都现任嘛,但是这些也无所谓啦,因为过几年又变了嘛,就是参考啊 但是,这个顺序啊,基本上是不变的啊,当然还是有些变化,我们待会再讲 基本上顺序,就是看职位啊,职位是不变的,也会变嘛,但是我们现在,之前大概还可以做个,做了一个不段时间,就已现任了 这真的不过世啊,不在啊,第一顺序是副总统嘛,现在副总统叫贺锦丽,还在中文嘛,英文叫Samella Harris 你看,他就是黑洲籍,印度医啊,就是跑到马马,就是黑洲一个一个一个,他一看嘛,皮肤比较黑嘛,但是黑脸蛮好看啊,贺锦丽还第一顺位 那第二顺位呢,是众议院的议长,议长第二顺位叫Michael Johnson 这个不用讲,就是看美国人嘛,白人嘛,要买英国嘛,爱阿兰嘛,这个德国啦,这些啊 那第三顺位是谁呢,第三顺位是联邦参议啊,他是这个应该是领事议长嘛,他叫Petty Mary 这边是蒋参议员啊,这边是议长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众议院议长呢,是第二顺位 那第三顺位,这边没有写是临职议长,那为什么不是议长呢,正式的议长,议长 美国就是规定啊,众议院议长是由副总统接任,所以副总统第二,众议院议长第三,第二,第一顺位是副总统第二顺位是众议院议长 那因为第三,第三顺位呢,应该是参议院议长,可是参议院议长就不动了,重结了,所以临时议长叫Petty Mary 这看起来也是白总人嘛,然后第四顺位是安东尼·布林肯,他是国务卿,都知都现任了,以后都会变嘛 然后第五顺位啊,他是现任的财政部长,那至于为什么这个顺位怎么来,我们待会再讲嘛 你看找个怪怪的,波兰,波兰语啊,不能讲波兰语,都是美国的 叫他祖先嘛,波兰语,波兰语,叫Johnny Yellen,我们叫做耶伦嘛,这里叫耶伦嘛,这样这样 那第六顺位一看叫黑人嘛,黑人语的嘛,就是Lloyd Austin,我们叫Lloyd Austin,这个新闻国防部长,个子很高啊,黑人语的 那第七顺位呢,第七顺位,这一看就白人嘛,就是司法部长,第七顺位啊 就是美瑞克,贾兰语,而且美瑞又高了你 那地方顺位,你看这个长得怪怪,像亚洲人像又不像,什么印度人啊,中国人也不像嘛 他是马来西亚,他是印第安人,印第安也是个黄种人嘛 德布,哈兰语,Diab,哈兰,是内政部长,这样这样子,印第安,印第安 那第九顺位叫白人,农业部长,我们叫汤姆 威尔萨克,威尔萨克,威尔萨克 那第十名一看,这长得怪怪也不像美国人啊,他是商务部长 叫吉娜·雷蒙多,吉娜·雷蒙多,吉娜·雷蒙多 他是意大利人,不是意大利人,他美国人,叫意大利益,真心 意大利益,意大利益很多的黑头发 那第十一岁,这看起来就是中国人啊,或者有点像日本和韩国人,因为外国人分不清楚啊 中国人,日本、韩国这三个分不清楚啊,他是中国人 主级啦,主级四川,是叫斯维斯,叫吉威尔萨 他当然有,应该有他中文名字啊,但中文算是斯维斯 是不是他本名还是另外一群名,就不知道啊 反正在美国嘛,也没有人讲他的中文玉名嘛 都讲英文嘛,吉威尔萨,他是劳工部长,但他目前是代理的 代理也许会捐除啊,也许会生啊,那如果说派指派一个正式的啊 不是他,他就要换人 然后排名第十二的是啊,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 大家混在一起,卫生跟公共服务混在一起 就长得一样,好像不是很像白人,叫墨西哥裔的啊 哈韦、非希腊、阿西比亚、巴西拉、墨西哥裔的 这民族大融入嘛 然后第十一圣位的是,啊,住房啊,及全市发展部长 就看见一下,非洲人,没有说到这个语言 马西亚,不计 那斯业佛吉,或者没有布局啊,或者没有布局啊 然后第四,第十四啊,这白人啊,就是运输部长啊 那啊,是邂德,啊,噗塔士 homepagechi 啊,噗塔士迪,啊,隔离 有许,或者是布局,啊,布局,啊,隔离,啊,隔离 好,有 Arrived 啊, acerca 也讲了 也是有點有色人種 因為他父母是從波特迪克來的 他教育部長 李克卡多納 米歐卡多納 第16頓 他排到第16頓是美國退伍軍人 師傅部長 丹尼斯 麥克多納 叫Dennis 麥克多納 這16頓 你看 這16頓 你看 顯然不是英國 愛爾蘭 澳洲 德國 這些都很白的人 副總統是非洲是印度裔 國務卿是猶太裔 猶太裔跟白人也沒像的 然後財政部長到過美國聯準會的主席 葉倫是波蘭裔 國防部長是非洲裔 然後他們的內政部長是印度安裔 然後他們的商務部長是意大利裔 然後代理的勞工部長是中國裔 然後衛生級公共服務部長是墨西哥裔 然後住房級城市發展部長是非洲裔 教育部長是波羅里格裔 教育部長是波羅里格裔 你看 這是一般的吧 一般的一個色人種 我們來看 美國總統有16位基層 根據美國憲法 總統須年滿35歲 台灣是40歲 在美國居住14年以上 而且必須是 出生的時候就是美國公民 自然的 天生就是美國人 要麼就在美國出生嘛 要麼在海外出生嘛 但是父母是美國籍嘛 這樣子 估計上美國出生 以前上美國出生 後來就在海外 也可以 但規劃不行 規劃就改國就不行 如果原有身為繼承人不符以上的規定 因為他 我們待會再看 因為他有個順序 但是順序 就是各部會有個順序 可是那個部會的首長 他如果不是 他是規劃的 他不是出生就美國人 他就不行 就跳到下雨 所以他是以職位為準 我們待會再看 美國憲法給予國會權力 由國會立法規定 在政府總統 都不能夠立行 指責時候有哪位官員在行動的治權 所以美國國會最早在1792年就制定了 總統繼承法案 叫Presidential Succession Act 案就是法案 本來是行動的法案的意思 但是目前在執行的總統繼承法案 是1947年通過的 所以後來有改 有經過一些修訂 那繼承順序中的各部會首長排名 依許他是怎麼排的 取決於各部會後 各部會成立了早晚 越早成立一個排名在越前面 那國務卿呢 在總統繼承順序中排第四 是各部會最高 因為有副總統 還有眾議院參議院 本來到底說參議院 可是參議院是副總統 眾議院擺在前面 緊接財政部長 那國務院呢 就等於外交部 但他首席 因為美國大嘛 這個大使 快兩百個 財政部都建立在1789年 不過國務院比賽政部 早了一兩個月成立 他排在第六位是國王部長 國王部長是1947年創立的 不過前身是1789 就成立在政政部 於是國王部就取代政政部長 然後最後面的是聯邦政府最新部門 在2002年 911事件 恐怖工具事件 在成立國務安全部 所以這邊是依照 依照各部的成立 所以當然 所以 第一個成立是國務卿 可是他只排第四個 因為前面三個 都是副總統跟議長 所以排第一的是 我們先看這個部會 這左邊是他們部會的會議長 這排第一的副總統 你看他見參議院議長 排第二是眾議院議長 然後參議院議長 已經有議長 這大概不懂 所以要來臨時議長 然後國務卿 各部會 我們中國是辦國務卿 解決外交部長 國務卿 然後財政部 然後國防部 司法部 內政部 農業部 商務部 保工部 衛生機 公共服務部 住宅機 全世界發展部 運輸部 能源部 教育部 退伍經營事務部 國度安全部 但是 這兩個名 白色的 這邊是白色什麼 因為他不是自然的 省下就是美國人 也許規劃什麼原因 那就不算 跳過去 所以這會變 如果下一次 改朝換代 換總統 假設說 勞工部長 他又不是自然的 美國人 挑下一個 讓我們看這些人 我們再看下一個 哪些人 副總委 今天參議員 賀錦麗 眾議院議長 叫麥克 雅爾遜 參議院 民事議長 泰麗 國務卿 韓東尼 美國人 信在前面 信在後面 您在前面 跟眾議院相反 以前 高導演李安 以前叫安利 現在叫李安 他們就知道 安利眾人體育習慣 國務部長是 曾林特業人 這是財政部長 國務部長是 奧斯汀 一般都講姓 司法部長是 賈蘭德 對 美瑞克賈蘭德 你看這間是五黨級 因為現在是民主黨決政 所以大部分是民主黨 自由議院 中議院 團隊看 是內閣結會群 國務部長 然後呢 內政部長叫德布 海蘭德 農業部長是 湯姆 薇爾薩克 商業部長是 吉娜 雷蒙多 勞工部長代理 思維斯 史川 衛生 前期公共服務部長是 哈韋 貝奇奈 住宅 城市發展部 是 馬西亞 貝奇 運輸部長是 黎特 布塔 朱吉 能源部長是 珍妮佛 格萊 霍姆 因為翻譯都念小姐 累 教育部長是 米格爾 卡多納 退伍軍人 事務部長是 甘尼斯 麥克多諾 副總統 部長 教育部長的名字 這個順序 這個能源部長 不是出勝出勝 所以就跳過去 美國歷史上 曾經有過副總統 指揮空缺的時候 但是總統跟副總統 同時出缺的情況 從來沒有發生過 副總統 副總統 眾議院議長 蔡議院數理議長 就代理臨時議長 代理議長 甚至國務卿 在任務 國安部的一系列 政要人員同時下載 或同時遇難 比如說被恐怖攻擊 都炸了炸 很難想像 就沒有了 不太可能 所以 法定的總統 計程順序 在法理上保證的國家 一刻也不能去弄無首 美國總統 每年到國會 對參眾兩院 發表國訓諮文 在Stated Union Address 演說的時候 副總統 眾議院議長 代理 參議院臨時議長 養院多數黨 領袖 我們在黨邊 跟少數黨領袖 和內閣部長 都要到場 按照管理 到時候一定會有一位 內閣部長 成為審敬性存者 對自己的內閣 一定要缺席 不然全部被炸死 那不得了 一定要缺席 留在一個不向外界 前面大頭都在一起的時候 他也在旁邊 美國總統 關系飛機一號 副總統 就是 二號 一號專機 二號專機 要分開了 不能總統 副總統 在一個飛機上 因為總統在這時候 你不會坐一班飛機 一定坐空軍一號 空軍一號兩架 不是一架 因為一架在飛 另外一架 就是一包包在維修上 所以他一定要兩架 你搬到只有一架 他要維修的時候 那不行 空軍二號 空軍二號好像也是兩架 所以他大官 這些大頭 都在一起聚會的時候 一定 至少要因為 內閣部長 要在一個秘密的地裡 一般在華府之外 一般外移 如果華府遭到襲擊 導致說正要死亡 指定侵權者 將會結業 總共十五 在別的地方 根據美國憲法 總統必須要出身的時候 就是美國公民黨 Natural Point City 所以規劃美國籍的部長 不能夠繼承動的職位 也不能以選擇 一團參選不能夠 因為美國 他是有移民組成的國家 出身在外國的美國公民黨 美國政府要職的例子 並不罕見 他們接受大人贏 以前美國總統 一個總統叫 一個神 被選擇安全彈劾下來 他的時候的國務卿 他立即經紀 去年來死 100歲 出身在德國 猶太裔 他的總統的參選部長 也出身在德國 柯林頓總統時期的國務卿 也出身在捷克 是美國第一位女國務卿 也是威脅最高 因為他排第一 在小布希總統擔任 任內擔任勞工部長 跟川普總統 照想來的華裔 除了台灣 商務部長 所以在胡巴 等等 誰他們民多大的問題 這集大概了解一下 16個 那我們最後 再回顧一下照片 我們這邊中文的部分 我們順便了解一下 英文 因為在美國 你講賀錦麗 美國強森 每個人聽不懂 順便了解一下他的英文發音 所以 科技歷史 Tamala Harris 眾議院議長 也叫 Mike Johnson 參議院臨時議長 叫Petty Murray 國務卿 Anthony Blanton 財政部長 叫Janet Yeller 國務部長 國防部長 叫Loyce Austin 然後 司法部長呢 叫Merry 叫Kate Gallen 然後 內政部長 Ebene Dep Holland 然後 農業部長 Tam Wilson 意大利的雙務部長 叫Gina 聯盟 聯盟 這個主機 四川的 老公部的代理部長 叫 Julyce 姓蘇馬 爸爸姓蘇馬 衛生機 公共服務部長 叫 Depia Cesara 沒時間了 然後 駐房跟程序 發展部長叫 Masya 駐 運輸部長叫Py Py Gate 然後 教育部長叫 Migiao Gate Depia 他派16 最後一個是 美國 退伍軍人 事務部長 叫 Demis 就16 所以這幾個 長一點的趨勢 了解 美國總統有16位 激烈人員 這幾張